今天審查進入主條審查通訊保障監察法 總共有不少版本 民黨團有提版本 總共是提了五項 通保法、行訴 以及三個組織法修正 法案組織法、調查局組織法 以及刑事警察局組織法 那因為還沒過副議局 國民黨不簽 所以今天沒有能夠並安來做提案說明 但是呢基本上也在這個 整個聽到議員提供的資料裡面 是有把全部整理進去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 對民黨黨團提案的部分 你現在有沒有注意到 我之前有看過 有看過 有認真看嗎 是我們當然會審慎來研究 那你看法怎麼樣?有什麼感想? 好像跑步是不是所有的版本都沒有用都不行? 是不是這樣? 當然不是這樣的 我報告 你們今天那個說明 全部都不贊成? 也不是全部不贊成 事實上也有部分是贊成委員的意見 那我 你對民進黨版本 總共提供個法 你基本上的概念 你去看法是怎麼樣 我覺得我們要研究法律案 你剛才說 民進黨版本大家也有看一下 也有了解 你一直在維持什麼 人民的潛力和公共利益等等 你有看過民進黨版本 也有看過各個黨現在提出來 在這一本上面的所有的 包括江南新、港幣營等等 陳歐伯、陳昌山、林家龍、邱宜營 我也還有事 還是有版本 有明議員還會再提 你現在目前這些版本的看法 你有什麼看法? 當然我想每一位委員 或者是民進黨團的版本 主要當然是從 保障人民的秘密通訊的自由 跟隱私權的角度來出發 很重要一個是禁止政治正防 不用再搞這一套 那當然 我們當然除了第七條的規定以外 就是現行條文 第七條是由國安監聽 國安監察以外 第五條、第六條 應該是沒有所謂的政治正防 不能夠有政治正防 他純粹是犯罪的偵查的一個手段 沒有錯 那現在 那個遺案聽到保 你要怎麼解決 都不是 監聽票都不必給 然後 聽了五年 聽我聽了五年都 逼到最後才給我一張監聽票 那監聽票一來一看 裡面有0972監聽國會 馬上 到目前為止 好像 什麼事情都沒有關係的樣子 監聽國會大家也不必查 你們認為 這個都烏龍 你現在對於這些版本裡面 你認為哪些可取 哪些不可取 你簡單談一談也無所謂 報委員 報委員 當然因為這些版本其實都 因為 任內民主黨版本就好了 你如果阿北看上去 那我們就不要談 沒有關係 下次再談要有機會 當然 因為這個是 因為這一次要來報告的時候 因為臨時在禮拜五晚上把民主黨的版本就抽掉了嘛 所以我就沒有再 就這個部分我再詳細的看 好 那之前我也有看過 沒有關係 明天黨版本的上面講就是 要禁止真正正正法嗎 好像是一案 一案聽到飽 好 那你會要起的資料 不計爭取率 全不願意消費 那你 還能去 要通人 還要 調集票 不是黃四民這樣隨便拿來就公布 這是違法 然後 我們絕對反對 像現在這種做法 調集情侶條 全部都開 再打到看 然後一案一樣出菜 然後拿給 蘋果什麼東西那些泌密 然後再做政治打擊 拿給政體這樣搞 不可以 以現在設備,電腦按一按全部錄下來,不可再考這一套 同時要建立監聽的禮儀制度 每一個過程中哪一個血命,那個禮儀制度全部建立好 那麼現在就是說,成分組現在監聽票,像法院申請以後 一個月以後,他必須要通知當事人,他都不通知,他也不通知法院 法院講到這個沒有事情,你這個監聽票 特殊沒有人告訴我說這個已經結束了 這監聽票可以為止經十年、五十年都可以 這種制度可以嗎? 報告委員 我們要法國官,要護理職任,一個月到直接花 你不要在法國官,地方還跟承認組在配合 大家當中裝傻 聽了五天多一張都不給你,就是這樣 今天聽要有理由,細聽要有理由,理由全部要拒絕 將來你回到人事全部抓去關 現在是連連任組,也來特殊指揮連任組 國務宅隊,然後來跟蹤立好委員 現在搞成這樣,然後還 你簽名給蘋果啊,一週刊 大家一起來圍剿柯建民,圍剿他們所要跟蹤的對象 連任組 這樣行為連任組要撤掉了 做政治都做成功績啊 這個特殊組就是這樣搞 不只對我一個人,天亮跟我什麼,跟什麼東西啊 反正是說是所有全部要把他導證過來 行事事後也要修 好,好,好跟保留言則,令人道審查專勤 如何救濟 到最後,我們要把整個 行事事是哪些調查局的精進中心 改在那邊聽 可以拿出來的亂聽 全部改立 自懷疑高中法院 這些人全部 現在通信檢查的設備 都放 用24條意外線直接拉到行政檢查局 拉到調查局自己在那邊聽 違法頭部監聽 找這一套啦 全部大家從好好來討論 所以民進黨會起訴這些版本 最主要是 我們希望 整個國家 未來 這種政治政防 這種檢調介入政治鬥爭 從此拮据 維持了全部一眾好辦 會要取得資料全部消費 這樣我們國家採用 整個著迅才能翻轉 我們國家在這裡做一個分水嶺 終結特務自苟 你法務部現在還在抵抗 研究到明年二月才要提案 你不要以為這樣鬼混 然後這些事情都沒有過去就算了 以後照常這樣 這些人 大家要避免當中 都來歡迎 小杜羅 所有違法者 聽特人組這樣指揮 違法者 全部都你送我進去 那公務人到底 你要不要折瘦金啊 可以連任署公仔在跟見我 跟見你法輝 還有下面給特政 給蘋果一周安 跟他們一起來 拿出資料嗎 拿出證據嗎 跑步人家幹什麼 聯政組要廢了 只要國家整個系統是這樣搞 我可不可以跟委員報告 我們特政組 以及聯政組 就是本 你是我的特政組還是我們特政 我們的特政組 什麼叫我們的特政組 就是 國家特政組說我們的 還是 迷你法務部的特政組 這是國家的特政組 國家的特政組 國家的特政組 還有聯政組 他的目的啊 不是在 政治真法 他搞成這樣 他的目的 我跟你講就是 連 侯寬人 馬安一九 一審判無罪 國民黨這些利好人這種人 率二十幾人到特政組去 不可以上訴 賣空起來不可以上訴 這是最端 特政組 文童安自然把侯寬人拿到新公園去 說 馬安一九 這個人不錯 以後 請讓總統叫他給警察長做 你不要再搞他 這是我們的特政組 我再點名 侯寬人還在 特政一般大學人還在 還敢講什麼官說 馬安一九 你搞這種事情 文童安不在 駐安還在 然後違法監聽要搞完王近平 這 這何等的 離譜啊 我在這裡講話負責的 這是 你們的特政組 羅民黨的特政組 正前以後 里長以後一路追他們民黨 押忌崇佩奧 連 連任主委下延 這人不知道將來都要上法院的 是 吳市長 是 我希望你把民進黨的版本好好看一下 是 我在這裡也建議主席 今天 國民黨也沒有來 我們版本 國民黨黨傳不簽 不符役 沒有關係 下次還可以審 是我建議 我們今天審查到這裡為止 那下次民進黨黨版本進來 由美女版本進來 大家好好的來 來審查一下 那我希望你 好不如你自己要想清楚 不是用 你什麼時候反對可以表示的 報告委員 我們會仔細的來檢討 就是說如果 我要看你怎麼檢討 委員 或者是民進黨團所提出的版本 是 可採 在 你可以覺得 完全可採 是 這個 這個在理論上 實務的執行上 沒有問題 我們當然我們願意 來 那你們現在這個立法計畫 你們現在的立法計畫 這個修法計畫 誰在主導 因為剛剛 我們這個上 部裡面的 上 上午部長也提到了 就是說 我們因為要先去了解 目前 執行的狀況 你們最了解 你每天都從人最了解 對 每天都在南部了解 我們跟海人 對 就是我們要去 我們要 去瞭解各檢查機關 還有什麼時候可以 害人不會被發現的方法 知道嗎 當然 當然不是啦 我覺得我們立法 當然是要 保障合法 要保障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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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所以我們 對於任何的版本 再配合 我們會 主仔細的來檢討 成熟可以 叫 侯康人不要 繼續上訴馬英九 馬英九 這人不錯 將來當總統 我會給你當 當 警察長 這種官說 還要總統多少需求 再搞這個事情 馬英九 特別會 一審判處罪的時候 郭廟要搞我自己 要想想 你做過多少 壞事 我是不想把很多事情 揭發出來 難道朋友會少嗎 難道我在這二十年 白混了嗎 不能讓你執政過 不能讓從來不找這套了 郭廟到現在還在搞這套 還在抗議 總統可以不必來 陳恩主 其可不費啊 陳恩主 總統長什麼 要同意前 當初都是特徵一般 以前黑金中心的人 自己提法案 來立法案遊說 還要 還要說什麼 除非法案 一算他還可以 不必來 這些違法 全部給你修回來 當初是 在 民主黨執政的時候 是蔡其中提出來 然後 陳恩主 黑金一般的 黑金中心來這裡遊說的 他都 都檢察關系的版本 總統長要從業前 你又搞錯啊 部長沒有從業前 你總統都特別給我向來 給我從業前 然後可以不必來去玩 徹底圍好一線 現在還抱著這一條 全部給你修回來 讓國家回到一個 正常的國家裡面 我們還可以倒退 五十年嗎 以前白色恐怖 現在是比白色恐怖還厲害啊 現在用身文監控的 你聽說有人在劫志這些人 社會全部遺傳 你把遺傳給你們 電腦就按一按就全部下來 搞這一套啦 所以我剛才跟你講 你要徹底的劫 你不要挑戰我們的劫心 陳恩主其可不配 後面你可以不下台嗎 部長還在那邊 裝作無故這樣 全部在為事 是不是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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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你們兩個版本進來再一起審 大家完整一點 讓他也好好看 好不好 好 要想一想 你們自己即便要提法 修的方向 你要 往哪個方向 你不要再 再越修越回去 然後 你們沒有組 所有行事人員 陳恩主 檢察官沒有組 這些違法的前例的 違法造行造業官 好啊 好啊